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是Juan老师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练习书 然后翻开这一面 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完成了 Question 16到20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旁边的理解文 在这边我们少了对话 少了一篇的对话 Question 21 还有Question 22的理解文 没有关系,过后老师会补放出来给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Question 23 我们来看 他要你阅读下面的文章 然后回答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 这位人 Kim Aung Yong 他就是一位韩国人来的 他was born on the 6th of March 他在1963年的3月6号出生 那么呢,他的出生呢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他后面有说到 He is the most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大家可以写下去 就是聪明 他可以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聪明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他有开始介绍 He started speaking at the age of six months 在六月而已 他六个月大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说话了 When he was three years old 当他在三岁的时候 不是三年级哦 是三岁 He could read in four languages 他可以阅读四个语言 有Korean Japanese English And German 韩语 日语 英语 跟德语 Excuse me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四岁而已 三岁的时候 四岁 Ang Yong 就是这位韩国人呢 had memorized about two thousand words in both English and German 他只是四岁而已哦 你想看四岁 他可以记得到两千多个字 在英文和德文 德语 King was listed in the genius book of the world record under high IQ highest IQ 他的IQ呢 甚至比那个爱因斯坦还要高 他的IQ有多少呢 His score was about two hundred and ten 兩百一十 他比我们的那个爱因斯坦 他的IQ还要高 所以这时候呢你看 before he turned fifteen 在他还没有十五岁之前 十五岁照理来说 十三十四岁是在中学 对不对 他却已经 got the PhD PhD呢 就是那个 呃 我们简称的博士 他甚至呢 在这个 这个 University呢 他就已经取得了PhD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 哇 他的IQ到底多么的厉害 In 1974 During his university studies 在他大学的时候呢 He began his research work 他就开始他的那个调查的工作 OK 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很出名的NASA 简称为NASA OK 他给你那么长的字 他们简称为NASA NASA呢就是那个航空的 OK At the age of eleven 嗯 在十一岁而已哦 十一岁他就已经被邀请去这个NASA OK 来跟他们一起做这些research work 所以你想看你十一岁跟他的十一岁 确实是有差别的 He continued his work until he returned to Korea In 1978 OK 在1978年的时候呢 他就回去Korea 那么在Korea呢 He work in the field of civil engineering 什么是civil engineering呢 你们可以写下去 civil engineering呢 我们称为是土木工程 he is active in the academic field 他在教育这一届呢 他也是很活跃的 and 他已经推出了published over 90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就是采访他的那一个报道呢 OK 已经有超过90多篇了 OK 所以他算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人来的 你们可以自己上google 就是shirts这个人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文章呢 来回答以下的问题 A 他问你 What if Kim Aung Yong IQ 他的IQ是多少 我们在第一段的 最后一句有没有看到 Kim was listed in the genius book of world record under highest IQ 他的IQ有被记录的 所以他的IQ是多少呢 你就往后看 His score was about 210 他的IQ去到了210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第二个 打勾第二个 那么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旁边的 What word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呢就是聪明的意思 Smart Handsome 还是Skillful Skillful呢就是指他有技巧的意思 Intellectual呢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是 聪明 对不对 所以除了Intellectual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代替的就是 Smart 接下来我们来看C的 把list A的和list B的连起来 现在老师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三题 自己看回去你们的理解文 早一早 Did research work at NASA 是在几岁 Graduate with a PhD 又是在几岁 Return to Korea 又是在几岁 他已经给你第一个了 Memorize 2000 words in English and German 是在4 years old 两分钟的时间 自行完成这三题 至几岁 在几岁 有两分钟是在几岁 是在几岁 有两分钟是在几岁 所以我们在几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 Did Richard's work at NASA? 所以我们就要看回去前面 他在NASA的时候是几岁呢? 有没有注意看到? 在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二句 He began his research work at NASA at the age of 11 就在他11岁的时候 所以你们要自己将他化线连去 Did Richard's work at NASA? 11 11 years old Graduate with a PhD 以博士的身份毕业呢? 看回去前面 所以他讲 14岁才对 14 years old 所以他在几岁 Return to Korea? 就是在他15 years old的时候 15岁 注意哦 他前面有说到 Before he turned 15 他在PhD OK,他得到这个PhD的毕业 是在1974年的时候 所以他是14岁 OK,14岁 要注意哦 是14岁 现在问你 什么是NASA? 相信你们有看很多那个电影啊 关于这个太空的啊 都会有提到这个NASA NASA是什么呢? 你只要看回去你的理解文 他有介绍了 NASA是一个 他有说到是什么呢? NASA NASA呢 是一个National Aeronostic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所以这整个就是代表NASA的义序 所以你们可以highlight起来 这个答案 这个就是你们的答案 NASA就是NASA就是National Aeronostic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这整个就是你的答案 这整个就是你的答案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写完整的 他问你 What is NASA 所以我们要跟着他先写 NASA 跟着他大号 跟着他大号 这个肯定是大号的 Is Is 是什么呢? 就照抄刚刚你highlight的 那个长长又黑黑的那个字 National Aeronostic And Space 太空的 都是关于航空太空的 Space Administration 句号 这个就是代表NASA 那么一他问你 他问你 Would you like to be as intellectual as Kim Aung Yong? 你想要像这位人 这位 博士 那样聪明吗? 你可以选择 要 或者是不要 好处 要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为你的国家 带来很多的贡献 OK 因为可能你在某方面呢 可能医疗方面 你是专业 你是专业 所以你把你的专业呢 用来帮助你的国家 发展你的国家 这个一个是好处 OK 或者你可以说 我想要像他一样那样聪明 因为像他那样聪明 他知道很多事 他就好像一个行动的百科圈树那样 什么都懂 可是有些人却不想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 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就不相同了 OK 他的童年 就会比较 怎么说呢 没有那样的享受 因为他成天都是沉迷在读书啊 读书读书读书这样子 或者我们可以讲说 你不想和他一样 因为 你会感觉到很压力 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写 你可以讲 yes 都好 because I can 我可以 贡献给我的国家 贡献 提供给你的国家 我们称为contribute I can contribute two words my country 给我的国家 帮助我的国家发展 如果你真的是不想 你觉得 嗯 这样子 很无趣 你可以说 no 都好 写出你的原因啊 because 我们可以讲 他感到非常压力 像他那样 因为呢 他会很压力的 because he was so stressed 有些人真的是不喜欢压力 所以他宁愿当个普通人 他也不想当什么天才 这个就是看个人个人的想法了 所以在这边呢 老师提供两个给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像这位博士那样聪明 你就可以讲 because I can contribute towards my country 把你所学的 OK 提供给你的国家 如果真的是你觉得 不要啦 哎呦 整天只是读书读书读书 很闷耶 好像没有乐趣呢 你可以写 no because he was so stressed 因为呢 像他那样呢 我会感到很压力 两个答案 让你选哦 我会感到很压力 OK 那么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旁边的 question 24到25 study the advertisemen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follow 这个是Pinem Bridge Fund Run Fund Run就是指 大家来跑爽的 OK 开心的 date呢 是在5月1号 2017年 为什么会举行在5月1号呢 因为5月1号当天是劳动节 那一天呢 是属于public holiday 所以大人小孩都没有读书 都没有上班 就可以使用那一天 大家都得空的时间 我们来举办这个Pinem Bridge Fund Run day是在Monday time是早上8点 registration fee就是报名费 for 30是adopt 10令吉是child或者是teenager teenager呢就是少年 像你们这样的 60是for整个family OK 可能一家5个人 所以直接以family来报名的话 就会得到60令吉 需要付费60令吉 senior citizen 就是老年人 过了55岁 OK 我们就是算senior citizen 都会得到半价 比较便宜 15岁 venue 地点 where else 还会有在哪里呢 我们都说明了 我们是在Binem Bridge Fund Run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还会在哪里举行呢 肯定是在宾威大桥啊 所以它的distance 它的距离 choice of 2km to 13km 2km到13km 然后呢 它还有什么特别 Things free upon registration 只要你报名 你就可以免费 注意是free的 没有和你收费的 有cap 有t-shirt stower backpack 跟water register online at 在这个网址 OK 这个email 这个 这个website这边 register before first april 在4月1号之前 就是maybe它的最后一天呢 是3月30号 3月31号 sorry 3月大3月31号 然后它有说到 all proceeds proceed呢 你们可以写下去 就是他们所收到的这些经费 是自己使用了吗 不是 他们所收到的这些报名费呢 will be donated to 给这些 ofox home跟orphanage OK 给老人院和孤儿院 所以 现在我们来看看 来看 A的 Mr.Yong his wife elder son daughter and younger son will take part in the run 他们要参加 这个赛跑 how much do they need to pay for registration fee 我们有谁 Mr.Yong 他的老婆 他最大的孩子 他的女儿 跟最小的儿子 当他们要报名的时候 他们会以 怎样的方式 报名呢 adult child teenager family 还是senior citizen Mr.Yong 跟他的老婆 还有他的孩子 他们算是一个family 对不对 所以当他要报名的时候呢 他不需要分开报名 你看上面 他直接可以选择 以family 家庭的 这个 主别来报名 所以也就是说 他只需要付费 60令吉 RM60 OK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后面一面 自己将你们的练习者对半 是谁那么迟拽呢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哦 来我们来看 第二题 Where does the Penang Bridge Found Run start and end 他在哪里开始 在哪里结束 都已经告诉你是 是Penang Bridge Found Run 宾威大桥 所以他还会在 大三角进行的吗 不会 他肯定是在 宾威大桥 不是Penang哦 Penang那么大 他是要在 Penang Bridge 宾威大桥 A 他问你 看question 25题的 A Who will benefit 得到好处 from the collection Collection 就是他们的筹款 after the Penang Bridge Found Run 所以这个呢 你就要看回去前面 你就要看回去前面 他的广告这边有说到 All proceeds will be donated to Magna 什么是 Magna呢 他就是捐给 National Cancer Council 一个那个 癌症的基金会 Old Fox Home 老人院和孤儿院 Orphanage 所以是谁会 得到这些好处 就是可以使用这些经费 来帮助到他们的 你就要看他捐给谁 他捐的就是给那个 癌症的基金会 老人院 跟孤儿院 所以 是谁呢 是哪三中人呢 will be benefit呢 答案就是 他捐给那个 癌症基金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是 The Cancel 那些 那些得癌症的病人 The Cancel Patients 除了Cancel Patients呢 他捐给 Old Fox Home 就是那些老人 那些老人院 Old Fox Home 除了Old Fox Home呢 他还有捐给孤儿院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讲 And Orphanage 然后就照超 你的这个句子这边 will benefit From the collection After the Benan Bridge Benan Bridge 是要跟着大号哦 Fan Run 要写完 句号 那么他问你 B的 Would you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n 你想要参加吗 你可以选择要 或者是不要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参加呢 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因为他有说到 他们所收到的那些费用呢 不是自己拿哦 他们都是捐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写yes 都好 你就给原因哦 because 我们可以帮助 我们可以帮助那些 那些癌症的病人 Cancer patient 因为我们所捐出去 我们所报名的那些费用呢 都是变成 捐给他们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说 yes because we can help the cancer patients 可是有些人会不想参加 可能他觉得 平时都没有在运动啊 平时都没有在跑啊 那么我肯定是跑不了那么远的 所以如果我去的话 他会觉得他会很浪费钱 所以你也可以说 no 我不想要参加 你可以讲原因 because 我都跑不到2km那么远 你要我跑100m 我都觉得很喘了 更何况是2km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讲 because I cannot run 他最低是多少km呢 the minimum oh 你看回去你的广告纸那边 他最低呢 是2到13km 对不对 所以我可能我连2km 我都跑不了了 你要我怎么样去跑13km呢 所以我们可以讲 这个原因 no because I cannot run the minimum of 2km 有些人喜欢运动 有些人真的是不喜欢运动 所以你要他跑步 他会觉得 天啊 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所以来 请大家将这个答案 填写下去哦 选一选 你想要参加 还是你不想要参加 都可以的 那么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C的 因为他有让你选择 2到13km 对不对 所以他问你 why do you think the participants can choose how far to run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 有些人觉得 我没有很厉害跑 我不要跑那么远 我就选2km 有些人觉得 我好像还不错 我在跑步方面还不错 我可能选5km 来挑战自己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 他长期都有在jogging 所以对于10km 13km 对他来讲说 就是小菜一叠 所以他们也可以选 为什么呢 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体力 不相同 尤其呢 这一次的fun run 前面又有说到 是for senior citizen 也可以参加 对不对 你想一想 老人家 你要跑那么远 他们连走路 他们都很容易传了 更何况是跑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让他们自由选择 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fun run 那些senior citizen 跟小孩子呢 就可以选择 短的路程来跑 不需要那么辛苦 而至于成人 就好像我们大人 或者是你们比较壮的 你们就可以选 你们想要跑多远 就跑多远 这个是主要 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写完整 来大家一起写下去先 I think 那些老人的 老人我们称为 senior citizens the senior citizens and children 小孩子 可以跑最低的 那一个限制 can run the minimum of 2km 他们可以选择 最低的限制 2km and adults adults呢 就是形容我们大人 成人 可以跑多远就跑多远 所以你喜欢你想要跑8km 他想要跑10km 我想要跑13km 都可以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and adults can run as far as 他们想要跑多远就跑多远 这个句子我们称为 as far as they wish to run 可能有些人呢 他们平时都有在跑步了 可是他最多呢 是可能跑到5km 所以他可以通过 这个penance front run penance bridge front run 来挑战自己 看完能不能跑超过5km 都可以的 所以来请大家将C的档案填写下来哦 吧 鞋子 挑战自己 好 哀 二 大 三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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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写好了吗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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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运动的时间,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 我的爱好是Cycling,Sandy的爱好是Swimming Igmail的爱好是Jogging,到了7点 7点可能5点晚到6点左右,7点回到家 我就要进行家去我的Computer Lesson Sandy就是Watch TV,Igmail就是Violin Lesson 他就会去这个小提琴的补习 根据这个时间表我们来看第一题 他要我们Name the three musical instruments that the pupils play 他要你说出来三种乐器,musical instrument 所以你要注意看A的,它是for I,我 所以你要看A的I,打横看 我学了什么乐器呢?有没有看到8点钟? 我学了Guitar 所以我所学的这个乐器称为Guitar Sandy是B的,Sandy 所以你就要看Sandy,B的 Sandy attend的什么Lesson?是关于乐器的? 就是Piano Lesson 就是Piano Lesson 所以他所学的那个乐器就是Piano C的讲到Igmail的 所以来看看他学了什么乐器呢? 他在7点的时候,他会attent一个Violin Lesson 小提琴课程 所以他所学的这个乐器称为Violin 超简单,对不对? 超简单,对不对? 那么好了,我们就要看看旁边的 那么好了,我们就要看看旁边的 OK,我们来看他的题目 他说You 是你哦 从头到尾是你哦 是你,不是别人,是你 You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a new school and settle down there 就是你转去新的学校了 然后也是在那边安定下来了 就是准备在那边 就是可能你本来是在新亚 然后可能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 出差到吉隆坡 所以你不可能留在这边读书了,对不对? 因为你们整家人都要转去吉隆坡 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转学校去到吉隆坡上学哦 然后就会在那边settle down write a short note to your best friend of your former school 你的这个best friend呢 他是在哪里? 他是在你以前就读的那一间学校 你要告诉他 about what you and your new friends Sandy and Igmao like to do on Saturdays 你们所喜欢做的事情 在星期六 write your answer between 50-80个字 所以一开始他已经给你了 这个Dear Sharon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图表 这个schedule来说一说 我还有我刚认识的这两位朋友呢 喜欢在星期六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稍微等等哦 所以把这个图表呢 拉出来这边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时间表来写一写我们的这个短短的notes 所以你看上面呢老师有给你五个句子 第一个是new school 新的学校 就要告诉他 我已经来到新的学校了 然后我还在新的学校呢 认识了多少位朋友 你就看哦 我的best friend 我现在的 在这边的两位new friend呢 就是Sandy 和Igmao 所以两位 你要告诉他我认识了两位新的朋友 所以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有写Mac Tuscent Center 因为呢我们Tuscent的时间是一样的 全部都是在两点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的补习中心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说我们呢是在补习中心认识的 然后才来开始告诉他 我们这三个人呢在星期六都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呢? 所以一开始你告诉你的朋友 Dear Sharon 你可以告诉他 我的新的学校是叫什么名 来我们一起写下去 My new school is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你现在是在别的周数 你转校来大三角 所以你现在就读的那间学校 S J K C 辛亚 或者是金星或者是迪辛亚都可以 可以把你们现在就读的学校的名字填写下去 My new school is SJKC 辛亚 句号 Have made 认识 是谁认识呢? 是我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说 I Have made 多少位新的朋友 这边 这边我的图表是出现Sandy和Igmail 所以你可以说 I have made 2 New Friends 新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要给这位Sharon知道你的新朋友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了NewFriends之后我们要逗号 然后我们要写出这两位朋友的名字 就是Sandy And Igmail 句号 就好像你介绍你的朋友给你这个朋友A认识 你会跟他说 谁是谁 这位是我的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 所以必须把那个名字介绍出来 然后你可以大略的告诉他我们是在哪里遇见的 这边老师给你呢 是Math Tuition Center 在补习班预见的 所以是谁预见谁呢? 这边可以说 I Math 我预见他们 我不需要再说Sandy和Igmail了 因为 我的整个note都是在说我和这两位新朋友 对不对? 我直接用them 来代替 I met them M 在哪里呢? 指定 在Tuition Center 所以指定在一个地方 我们要用 Add Add 我们不要说Center Center没有那么好听 我们用Tuition Class 补习班 会比较好 Tuition Class 在几月的时候呢? In January 月份是老师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假设你不想写January 你要写February 可以吗? 可以 写March 都ok 大略介绍了之后 我就会读书 读书 读书完了之后呢? 可能 我不需要说那么多 午餐 我就不说 Tuition 我就不说 我把我喜欢做的事情告诉他 在五点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 Cycling Cycling完了 在几点? 我就会 attend 一个Computer Class 把你在星期六会进行的一个活动呢? 就是你的时间表 都告诉你的之前的朋友哦 就让他多了解你在那边的新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说 接下去哦 不需要分段 Every Saturday As usual 每个星期六呢 都好 你可以说 我在六点起床 I 起床他给你了 是Wake up I wake up at 几点? 看你的时间表 6点 6点 A M G号 6点起床之后 我会做什么呢? 吃早餐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讲 在早上七点 吃了早餐之后呢 我就会进行我的Guitar Lesson 所以是在七点之后 吃完早餐之后 所以在这边呢 我可以写 After Having After having什么 我所在吃的就是 Breakfast 之后 After having breakfast at 几点呢? 注意看你的 Breakfast 是在七点 7am 都好 我就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必须出席我的Guitar Lesson 所以同样是我 所以你就要变成 I I have Guitar Lesson 把你的星期六的时间表 都告诉他 OK Guitar Lesson 说完了 Have breakfast 说完了 Bake up 说完了 你就可以讲 Guitar Lesson之后呢 10点 我就会阅读 阅读故事书 阅读就报纸 啊 那个报纸也可以 在几点的时候呢? 10点 那你就可以说 I read 我们读 我们可以读什么呢? 读书 书 包括很多故事书啊 百科全书啊 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说 I read books 除了书呢 我们也可以学看 报纸 and newspaper 相信你们都很少看报纸的 是不是? 在几点呢? 可以说出那个时间 是10点 at 10 am 句号哦 所以将这个阅读说完了之后 午餐12点大家一定吃午餐 不说 不习 不想说 直接说 5点的时候 会去哪里骑自行车呢? 肯定是家里附近的公园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告诉他 I go cycling 我会去骑自行车 我会去骑自行车 at 5pm 后面可以自己家 在一个公园 at a park near my house 靠近我的家 附近有一个公园 附近有一个公园 所以我都会呢 在5点的时候 就去那个公园 骑自行车 所以骑自行车 说完了 剩下最后一个就是出席 computer class 在几点呢? 7点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说 at 7pm 都好 我出席 出席我们称为at 10 i at 10 at 10什么呢? 写出来 这个是电脑课程 computer class 先把你自己的时间说完 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才来告诉他 我的新朋友sandy 但是sandy呢 因为是你的新朋友来 对不对? 其实他不是主角 主角是你嘛 主角是你 所以他呢 我们就大略的带过而已 所以sandy的wake up 不用说helps mother has breakfast 也不需要 我们把他的爱好 和他的这个运动 说出来就好 所以首先我可以说 他会 他会出席piano lesson 相信他肯定是很爱弹章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给Sharon知道 我的这位新朋友sandy love piano love piano 她喜欢钢琴 她喜欢弹钢琴 她喜欢弹钢琴会比较好 love playing piano and 所以呢 她就有一个piano lesson she has piano lesson 在几点呢? 可以告诉她时间 看一看sandy的piano lesson 是在10点 所以我们可以讲at 10am 句号 除了喜欢piano lesson 她还喜欢着什么? 睡眠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讲 she also love 睡眠 句号 大略的介绍就可以了 所以睡眠在几点 我们就不需要说 除了你要介绍sandy呢 你还可以 你还要介绍另外一个朋友 第二个朋友 那么我们就也同样的 我们可以说 这位 这位小女生呢 她的爱好 她喜欢 拉小提琴 所以呢 她在7点的时候呢 她有一个violin lesson 有没有看到? violin lesson 是在7点 晚上7点 除此之外呢 她还喜欢 做什么事情? Jogging 跑步 我们可以讲说 在5点的时候呢 她都会去附近的公园跑步 我们将这位女生的名字说出来 Akman's hobby Akman's hobby 她的爱好 is 我们可以将violin说出来 is playing is playing violin and 她有 she has she has 什么lesson 在7点呢 has violin lessons at 7 7pm 六 modeled 在7点的时候 different spot 就是指在这边要说的是 我们三个人 我 sandy 很乙母呢 都喜欢不同种类的 活动 都喜欢不同种类的活动 的运动 我们可以讲 We love 我们喜欢 Different 我们喜欢不同的运动 Different sports 所以你看 我喜欢的运动 是Cycling Sandy喜欢的运动 是Swimming 而Igma喜欢的运动 是Jogging 所以我们可以说多一次 如果既然我们要将运动 写这边呢 来大家注意看 原本我们在Sandy的这边 我们有说到 She also love swimming 对不对 我们将这句删除 不要写 因为Suming算是Spot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下面 我们才把它写在这边 我们把它写成Sandy Sandy love swimming Sandy love swimming And 另外一位小朋友 他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的是跑步 因为我们将Spot写在后面这个句子 所以大家改一改哦 将刚才原本写在Sandy的那一个 Sandy love swimming 改成写在下面这边 那么来到最一句呢 me 谁 想谁 right free 就是得空的时候 多写信给我 所以就是要说明 我很想念我这位朋友 Sharon 因为毕竟是新的环境 所以我一定会很想念我这些之前 一起上学的这些朋友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新的一段 可以说 I miss you 我非常的想念你 I miss you very much 句号 Please 要求人家 有空的时候 多写信给我 Please write to me 写信给我 When you are free 当你得空的时候 这样子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篇的notes了 一个短短的short notes 大家可以填写下去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他 在一边 既然你打花集合 een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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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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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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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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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